接下来看到关怀偏乡协助弱势 台中乌日普世公与县议员林品阳合作 近日在寿丰乡的寿丰村国慎庙前广场是发放的 从台中募集的物资 给需要帮助民众 那么普世公指出呢 今年募集了100份的物资 只要有需要被关怀的乡亲 普世公将会进行评估给予事实的协助 让乡亲更能够感受到来自于社会的温暖 地乡山的物资抵达寿丰乡 寿丰村国慎庙前广场 各式各样的生活物资 包括泡面米食用油饮料等等 赞助物资领埋满目 这是台中乌日普世公 从台中送过来的军生物资 我们台中的乌日普世公慈善协会 那我们也特别感谢他们 长年以来在我们整个花莲县 对于弱势的一个团体 以及需要关爱的这个乡亲 他们都很愿意为我们乡亲来协助 那这次专程将这次的爱心列车 开往我们的寿风乡 那同时也协助 我们所有需要协助的乡亲 那他们也将物资 那来发放给大家 那这次所发放的这些物资 那也针对低收入户 以及这个边缘户 我们一起来做爱心 那也感谢我们15个村的村长 那大力来协助 将这些需要关爱的乡亲 能够透过这次的慰问 那也能够一解燃眉之急 普世公协会理事长表示 普世公长期关怀弱势 交友民众需求 不管是贫护关注 光幕捐赠物资发放 普世公慈善协会 都愿意进一份社会的力量 我们关怀我们花莲的乡亲 我们这个协会是在 台中乌日普世公慈善协会 今天很高兴很荣幸 我们这些师兄师姐 前天凌晨3点多 就把这些物资 全部搬过来花莲 来慰问我们的花莲的乡亲 普世公慈善协会 在收封箱将发放 100分的生活物资给民众 协助发放的鲜眼银品羊 也感谢国生苗协助提供活动空间 让民众可以顺利领取生活物资 未来也会持续仅介慈善机构 给予地方需要 民众资源上的协助 渡过难关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